大家好,我是輪子 好久不見了大家 我已經超級久沒有釣蝦了 然後我們今天呢 就是在這個 嗆蝦香安呢 他看了太久沒出門了 所以他特別的約我出來 從之前的釣蝦場有釣龍蝦 然後到最近好像開始流行釣螃蟹 剛好呢,嗆蝦這邊呢 就有一池好不好 原本是什麼魚池還是龍蝦池 現在呢就改成螃蟹池 那我也是第一次釣螃蟹耶 釣下的線煮就可以了 反正等一下我們就會進去釣釣看螃蟹 看是不是真的用釣下的線煮就可以釣螃蟹 這個螃蟹池呢 就是聽說他裡面是沒有放什麼石頭啊 磚頭啊之類的 就是跟蝦齒一樣是平的 然後釣法呢好像也是跟釣蝦的方法是一樣的 但是呢 我有一個問題喔 我是一個天秤的玩家對不對 我的天秤到底撐不撐得住 三木 三木社長 你的天秤到底撐不撐得住螃蟹 就在今天的好不好 我怕撐不住呢 我還多帶了兩副出來 希望是可以啦齁 三木社長我相信你的天秤 螃蟹到底怎麼釣我還真沒有一個概念耶 等一下等翔安來的時候再稍微跟他請教一下 我預期上來講應該螃蟹應該很好勾到吧 等一下對於這個詞的想法就是 我可能會稍微這樣尋一下尋一下 因為螃蟹的體積比較大 所以我覺得應該隨便勾都勾得到吧 如果大家有建議的這個螃蟹釣法的話好不好 底下留言一下 我這邊今天先這樣子整個人都不會釣來釣釣看 之後呢再用你們留言的那個教學的部分 好如果有留的話啦 再來試試看 翔安大大終於來了齁 這次請我來釣螃蟹 對啊嗆蝦嘛 會不會跟之前那個釣魚一樣 就我繞賽然後你就是釣得很好啊 不會啦我就第一次嘛大家都第一次 你第一次你騙我 今年才才出現的用釣蝦縣組啊 那你之前有釣過嗎 沒有沒有釣蝦縣組 可是我釣過用龍蝦縣組去釣的綜合池 那你打算要怎麼釣咧 怎麼釣嗎 阿波縣組然後配天秤 天秤是不是 不知道天秤會不會壞掉我其實有點擔心 我也蠻安心的 反正應該不要打龜啊 那你覺得我要用阿波還是要用天秤 用阿波還是用藏標 用阿波好了 藏標被夾斷 我也在想藏標會不會斷掉這件事情 它掙扎太大力了這樣 我是怕螃蟹起來然後把浮標夾斷啊 我很怕竿子被夾到耶 也是啦 可是竿子應該不會斷啊 會把螃蟹力道跟泰國蝦不能比啊 我覺得剛剛祥安說得對 就是用藏標有被夾斷的風險 所以我還是用阿波好了 感覺比較單純 天秤 中間的野性 就一位 很好 我沒有經歷 還是洋漢 才能打到 下去 所以我剛剛好想就是 我們來開拍攝 一場 全場 從最早 然後呢 會碰到嗎? 50分到整點沒有開 50分到整點沒有開單 我們就等一下吧 你今天準備了什麼 特別的秘密武器跟絕招咧? 秘密武器嗎? 我找一下喔 我去準備了一個鉤子 你的鉤子有什麼特別的呢? 它 比一般的蝦鍋 寬度還要小一點 對,然後也更硬 比較不會這麼軟 也避免它脫鉤啦 阿波好像看起來很厲害喔 刺哥的 這是二代的嗎? 這是水耀一代 這個是上次夏樂堡 360人賽斯送的 3.3分左右 我就想說它的那個服裝好像是新服裝 我想說原來這是一代 不錯看吧 你覺得怎麼樣開單的時間是最正常 你覺得最划算的? 我覺得不要剛過整點就開單 剛過整點開單 譬如說現在是1點5分好了 1點的螃蟹沒有被放到 然後2點的放到 可是3點的一放完 5分鐘過後我就洗乾了 所以我覺得很不划算 所以至少要半點 對,我覺得要半點過後到50分 就是到蝦場最後結算的那個期間 最好了 對 第二次前往櫃台 剛剛這個場景是很相似 哈哈 撈網我們就拿兩隻嘛 如果夠的話 可以撈網喔 然後買一包丁香魚 一份的 可以給你借兩隻撈網 兩隻撈網要租喔 要租嗎? 你用租一隻是100 然後你還的時候 我的押金用完點 它只是押金? 對 謝謝 謝謝喔 謝謝 來喔 謝謝 今天的你沒有極限 我們開好單了 然後呢 我們用的這個耳料呢 就是它這邊的丁香魚 一份呢是50塊 但是據說它應該是不太會吃啦 好不好 然後我今天用的是阿波 阿波 來了耶 說來就來 沒有耶 好久不見阿 你要來釣螃蟹嗎 好 好啊 阿波 因為它... 他釣魚是因為它... 它會... 但它釣魚應該是沒有技術 喔...有了...有了... 有了... 有了... 阿... 起來啦 快快快 YES 喔... 沒有耶 我勾到他的腳耶 終於啊 你還真的需要撈網嗎 感覺在身邊上做過程 終於有畫面啦 終於,對 終於有畫面了 太快了吧 所以尾巴是長短溝喔 沒有,天瓶 天瓶 再拉,再拉,再拉 再拉緊,拉緊 拉緊就好 有感覺就可以拉了 開 我的撈網 我太專心了 飛走了 好不容易撈到了 又來了 又來了 好,不要抖,不要抖我 這次我要拿撈網 好 YES 我直接把他拉起來 不管他 超大一隻的 這個是比較大隻的耶 真的耶 他真的會正吃耶 真的會吃 真的會吃耶 他們真的吃冰箱魚 我自己開的 我自己開的 不錯 你喜歡喝青草茶 這冬瓜茶 這青草茶 你拿錯了喔 對啊 我這裡是青草茶 你開了嗎 沒辦法啦 只能再買一罐,不然就把它喝掉 我想說一般小朋友不喜歡喝青草茶的 我喜歡喝啊 你喜歡喝是不是 喝起來兩兩的 你小心不要噴到身上囉 我今天沒有辦法吹進去 這個不要再短 對阿 它其實有點短 好喔喔喔喔喔!! 啊!!! 貓皮啊 嘿! 我太小了 欸! 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我也要!我也要拔! 等一下啊 我害怕 我也好害怕 這是我今天的料量 總共1 2 3 4 2小十四隻 超過威把的預測了 十四兩 十四兩了 喔有喔 不錯啦 十兩 現在要來問那個大竹竹威把 請問一下這個螃蟹我們帶回去 什麼料理比較有建議呢 螃蟹喔 拿回去做料理的時候 其實就是背啊都先洗一洗 然後你如果沒有要做 它就是要用牙刷什麼刷一刷之類的 對類似刷一刷 然後熬 可是如果說像蝦腸啊這個螃蟹啊 覺得還蠻乾淨的 其實大概沖一下就還OK 大部分都是有那個貓蟹 嗯 貓蟹啊有倒到可能紅蟳 或是有一些你覺得它上面有一些刷的啊 沙子啊你就可以把它刷一刷 刷完之後啊 其實你在用的時候就是 我們一般來說就用蒸的 蒸的其實 構形就用蒸就可以了 然後在蒸的時候啊 你就要把它的背部朝下 反過來 那要先讓它死去嗎 死去喔 可以先這樣放這樣子 你有讓它死去還是直接這樣 放上去之後其實 加一點米酒 喔 先讓它醉 對你又加一點鹽 加一點米酒 然後薑片放上去 然後酒其實可以加多一點啦 因為我在蒸的時候啊 有一些是水然後有一些是酒 然後我覺得這樣起來的那個 蝦子會比較甜美 你如果先殺它之後 腳它比較不會一直抖動 然後 腳會斷掉 如果你是火的 火的一個狀態之下啊 你去吹它起來有可能腳會斷掉 可是腳斷掉應該在我們吃起來也沒差吧 對 然後我們的方式其實就比較簡單 那你這個之後會出一個教學嗎 教學去吃 如果有機會的話 有機會 我們回去也把步驟用一下 我感覺就是今天的啦 今天了 回去就立刻拍啦 怎麼樣把螃蟹帶回家料理 對不對 可以喔 對啊 那會怕就把螃蟹帶回去 然後我們把剛剛的步驟 怎麼樣清洗 然後加鹽加米酒 然後加薑片 然後放上去的時間 然後起來就讓大家看看 對啊 那連結庫在上面 這邊在鏡頭 連結在上面這樣子 我再放螃蟹放連結 好 對啊 好 那我們今天